老师4月份来了 哪些个股还具有潜力值的推荐呢 好那3月份 大型潜值股带动指数大涨1300多点 那4月份我们要留意的是中小型股 这些有潜力的中小型股 是特别是去年营收获利都创高 今年还会再成长的股票 像4763的材料 4763材料去年赚了62块EPS 那今年还会再成长 那647的百分率去年赚了30块 那今年也还会再成长 像这些股票 都是目前股价了 都委屈了 都可以来投资 欢迎收看财经急准事 我是方云 让我们欢迎华信投股投资长 许江振博士 许伯豪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老师台股即将进入4月天 哪些个股有行情又该如何操作呢 好了 看这里就知道 那现在大家在问 现在已经4月开始了 那是不是还有行情 因为1月3月都大涨 特别是2月3月指数都大涨 那4月份会不会还有行情 哪些股票有潜力 要怎么样来操作 就是今天这个节目中 就会回答这些问题 那今天现在录影时间是盘中录影 所以盘中就有大涨200点 在190到200点之间 那这个贵买指数今天也是大涨 大概有0.22%左右 那当然盘中还在涨 那重点就是说 进入4月份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来选股 哪些股票会涨 大家还记得 三月指数大涨1300多点 为什么能够涨这么多 为什么呢 因为红海啊 红海从100块涨到150块涨了50% 那这个大型全职股 还有台积电 这个全职股都在涨 这个全职股是三月份的大涨 那4月份进入4月份 就会不太一样 那有些人就在问 那有没有像股票 像红海盘整了很久 突然就涨上来了 那我们就要仔细去了解 因为当时它的获利不错 股价被低估了 所以我们就往这个方向来选股票 像这一档股票 材料4763的材料 去年呢 去年呢 EPS62块 62块呢 现在股价才930块 我录影的时间是930块 这本利比只有15倍 是以为期啦 它去年高 股价最高的时候1265块 1265块 那以今年 以它去年的EPS算起来 这样本利比是20倍 本利比是20倍 那现在才930块 这差距有段 那去年 这个像我过去就讲过 那今年呢 它股价呢 因为这个产能有扩充 去年产能扩充是 产能在37,000吨 今年7月会扩充9,000吨 从7月开始算呢 这等于是半年是增加4,500吨 所以整年就41,500吨 那重点是明年还会再扩充 9,000吨 所以明年还在产 更重要是说这些订单 这些扩充的产能 它都已经卖出去了 而且都是高价卖出去了 是 那你说它会涨到什么程度 它的获利营收会涨到什么程度 我这样一算 但今年这个营收大概至少27% 就是量 我讲的是量 价还不算 价是现在价是高价 用高的失速产品 卖的高价是比以前的时候是成长50% 所以这样一算 还有因为它卖的价格好 所以它的毛利率也很高 70% 目标70% 可能低估了 70% 因为现在已经 第四季已经是67% 所以要到70%是很容易的 它以去年的净利率就有47% 那当然你去算 EPS 如果说100 是 是不是 有没有可能 你算一下 那如果是到那个价格的时候 那你本益比去年是20倍 那这样价格会到多少 自己算一算就知道了 所以我说它委屈了 这个股票我一直有在讲 是的 封关前有在讲 那你没有时间看我的影片 那你看LINE 我LINE也都在讲 那主底 有没有主底要上冲 这个我就是想它的量跟价 今年都会在成长 那有没有还没有其他股票 也是这样子 EPS获利不错 但股价委屈 有啊这档股票 672 好 672的宝瑞 是 它去年获利30% EPS30块 30.2 那股价最高的时候是1000块 那个时候本利比 法人给它本利比是有30倍到32倍之间 你看现在才 现在录影时间 696块 还不到700 也是太委屈了 为什么委屈 因为那今年EPS 营收还会在成长35% 那EPS还会在成长 那你如果用去年法人给它的本利比30倍去算 那你说股价会到多少 所以它太委屈了嘛 像这种股票 刚刚材料跟这档股票 获利这么高 那EPS这么多 那你不涨要涨什么股票 是不是 那鸿海 EPS10块钱都能够涨了50% 那他们要 还不够资格涨吗 是不是 那还有 还有在问 像这种 我在LINE的在讲 我影片有在讲 没有时间看影片就看我LINE 是 那它因为它有一些并购销与 都要持续在成长 它都有策略的了 像那种低毛利它东西不卖 好 那还有没有其他股票 现在台积电 是 听说巴菲特又回来买台积电了 没错 那所谓台积电的概念股也会涨 像这档星云 今天就涨点板了 没错 那现在现行都转家了 它是做半导体私自成设备的研发 像鸿瘦是做私自成设备 私设备 那它是做研发的这个产品 然后那还有这一档 樊宣 它是做半导体无程式的这个自动化的产品 是 它也是今天也是很强 这个刚突破 这个都是可以看的 还有鸿瘦这档股票 这个都是半导体台积电的设备股 这些股票你都可以留盘中来留意 那你会操作 你会自己操作 那不会操作你就来下面留言 或是来问我 加入LINE来问我 现在做股票要多做功课 那不会做问题就委托代课照做 是 那这一屏影片请按赞分享出去开 一起小铃铛 我会在LINE跟Telegram继续追踪 感谢老师精彩的分析 那如果记得加入老师的LINE跟Telegram 财经急诊 所以我们下次来见 拜拜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会能否人再见面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